都是嘴说放下 我放下了 你放下什么了 名还没放下呢 力还没放下呢 名义力困骨筋 困住多少英雄人 英雄好汉 袖手的结实 都死在名利之中 奉一先生说了 世上是个万民阵 没有一样不迷人的 上等爷迷到啥了 迷到佛上来 就迷到佛上来 刺一点的迷到啥上来 迷到名利上来 再刺一点迷到啥了 彩彩 最刺那个迷到神鬼上来 怎么样能破迷开悟啊 破迷 破除这些迷 你就开悟了 什么叫开悟了 找着对方也好处了 找着自己不是了 这叫真正的开悟了 为什么说 这叫真正开悟 你真正看透你自己了 你是啥样人 你明白了 说你纯癌无毒就长哪个病 是吧 怒 怒气 什么叫怒气 怒气伤肝呢 木性眼 后发怒 叫怒气伤肝 头迷 眼花 耳聋 牙疼 嘴斜 眼歪 中风不雨 两倍发沉 四肢麻木 胸泪疼痛 最后人呢 肝胆有病 半身不随 怎么来的 我们看看 这一股怒气 能得这么多的病 我见到很多人 得肝胰化 得肝炎 得肝癌 你喜欢他吗 保证是怒气 还来的 生分期 说不出 该生气 所以把病得下来 他这个毒气 存到哪里了 个周身的基因里头 我们看着 脱脱落落的 干嘛 半导体吗 老百姓叫 半身不随 脑血酸 我们管它 叫半导体 因为过去 有半导体 重因基因 所以证明 还不是整个一体 他爸那身子不好使 怎么来的 怒气 为什么生这样的怒气呢 一般 生气了 戒酒消愁 最有意得这种病 你说酒是传肠毒药 摄是刮骨钢刀 气是下山猛虎 才是野荷根苗 说那就是酒骰财气 这不是什么 四座官呢 世音都被他来拴 有智男女能看透 看破了 半身跳土轮回圈 看看 谁能看破这些东西 我们都在这四圈里 圈子里 九十全能毒药吗 没酒不成习啊 没晒断尽阴烟呢 没财不养道啊 说一点能都没有呢 完蛋了 啥也不是 那怎么办 喝酒不醉是真君子 喝酒你不能要他醉 那有我们有很多人喝酒 喝酒说 酒是精神精佛的 猴猴闹心 那要喝懵了 谁闹心呢 说那真是啊 猴闹心了 啥都说了 忘魂所以 喝酒不能要他醉 酒对于身体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输尽活血 不过你不能让他过量 就说不过不让过量的 有几个能把握住 太少了 不喝 哥们爷们不够义气 哎呀 整那点整义气的 喝得蒙头拽下 你说是得了 师父没晒 没晒不断尽阴烟了吗 说有很多人 我们学佛的朋友 很多人学佛了 行了老公啊 说妻子咱俩打倒吧 是吧 必须断育了 这一点你又错了 现在是阴阳 一起修 夫妻一起往前修 让他怎么办 不是强断 让他自言而言去断 自言而言去了 老子讲了 道法自言嘛 自言而言嘛 自言了言嘛 自言而言去了 都到一定的程度里 不要强了 强了没了 还得循环 强了就没了嘛 说我见着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局势 在哈尔滨的嘛 他把我请他们家去了 我请他们家 他老公不听 我就坐到他们那个沙发 他老公在那个 在卧房里头 我在这边跟他们老讲 讲讲怎么样 这人听听出来了 你讲的挺顺耳啊 我说咋的了 他说有的吧 他听着往下请这人 请这个师父 请那个师父来讲 我就看着他们 你说怎么样 到这刚才不讲啥呀 不讲什么东西呀 把那胯头弄满了 他就走了 他说我听你这一说 你到哪个还不要人钱 给钱都不要 我说我可不要钱 我不是为钱处理的 我说我干啥呢 我说我讲家庭伦理道德的 让夫妻和睦的 我说你俩一家呀 他说我俩是也是也不是 我怎么的这啥意思 他说他是保姆合格 特别合格 他要是妻子不合格 那我就明白了 我说那我明白了 这是咋回事 这家跟我俩就闹上来 你说这个人 他是一个 什么处的一个处长 他说我听你说还行 他又一说就 我一点也不能听 我说你不要不能听 你好好地我物有 人生之道 他说他这也不是 讲的 他让他的这屋 让我在那 我都不行上他这屋来 所以我说他妻子不够格 我一听我说这个吧 说完了就 我们俩老一会儿 他就睡觉起来 他媳妇就跟我说 你说我咋整 我说你错了 你下事你还得上他跟前来 他说那咋说呢 我说他不同意呀 他恨你 你想出水 地狱有鬼车腿 他恨你恨你要命 你们情态也没了 他说那我还得跟他和 我问他不和 你们俩不夫妻吗 夫妻就是一体 夫妻要达到三和 夫妻达到哪三和 夫妻要 身和 心和 性和 这叫三界合一 也叫天也合一 所以这样我们呢 这样一来 你说那男的生气 我还碰着一个 一个菊子 把他拿你这杆 就这杆气漏了 烂漏了 是我们哈尔滨的 也是哈尔滨的 我说你咋漏了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跟你媳妇 生气生的 他说 得了你别提他 一提他我就气死了 我咋的 他说你说他 我俩都信佛 他也学佛 我也学佛 你说怎么样呢 黑的他不让我上他那屋 甚至都不让我坐他床 我们俩个一堆睡觉 他说成熊坐的 你说气死你 不气死你 成熊跟他坐 他说后来怎么样 他不带我这屋里 他像那屋里 一黑天 把门看他里边锁上来 完了你进不去了 你说你这屋能睡觉吗 一宿气的 嘟嘟鼓起来 能睡觉 我说怨不当你 后来我就问他 问他媳妇呢 他媳妇说 不断育吗 我说你呀 你这一点就错了 你不是学佛的 你是个佛家的盟 说你给佛法败坏了 五大教的圣人 哪一个圣人不要吗 和乐呀 要么和和睦睦的 哪个圣人要么分家了 我说你想错了 所以他的丈夫得肝病吗 把这个案烂透了嘛 后来死了 这是肝病 这个毒气在肌里头吐出 它要反应好了 往外吐那味是酸的 是吧 这是肝病 那心病咋来的 心病嘛 使鸡弄巧嘛 恨怨太甚嘛 那保证得心腹治病 恨人伤心呢 心忙 心跳 心慌 心夜 夜晚失眠 夜晚多做怪梦 壳子吐血 癫狂失语 精神病 心脏病 癫痫 咋来的恨气 一股恨气 就能得这么多病啊 各种心脏病啊 心肌炎 心肌水 二心半狭窄 三心半狭窄 说 当你恨怨 夫妻俩恨怨老人 太邪乎了 保证那孩子 心脏要有动 再不心脉 合不上 那就是先天了 他这个毒气 搁哪里头呢 搁血脉里头呢 要不那精神病 他怎么 要不人的 关心病 有心得的关心病 代不有心脏头挺的 怎么来的 那心血管里 进去气了 把那气跟你血 他给隔开 你心脏不头挺 你不得关心病 那有很多 得先天来的 先天来的 不是孩子的问题了 那还是大人的问题啊 大人怀孕的时候 恨气就大呀 我见证了 几个孩子 先天性的心脏病啊 那孩子小 妈妈 那真是为了救孩子 喝求命了 救孩子 连苦大嚎了 印错了 甚至当面就给婆婆 公公磕头印错了 怎么样 孩子 应该手术的心脏 不手术的 这就在长村 我见证了 他往外排那股毒的 吐的啥 就他妈妈吐的那啥 红血 都吐出那红血了呀 说 赶着吐血 赶着 那个 带着隔的 跟尬打隔的 那股气才出来了 说这是 心脏的病 那再说呢 他吐出那个 闪是红的 味是苦的 说再一个就是 脾胃上的病 脾胃的病咋得的 脾胃有病咋得的 怨 恨怨太邪乎了 怨因伤痞 蓬沫 脏宝 也可转食 上吐下泻 胃病 胃虚 胃炎 胃溃痒 胃癌 胃癌 完了 那得胃癌就没着了 这胃病啊 这股毒气存到哪里头了 存到阴神上的 周身的幼里头了 要不有的人 晚上睡觉 躺着睡觉 说睡一宿觉 我怎么不解乏呢 我浑身都疼呢 那幼里有毒的 那就有怨气了 还有的是 魏联摩脱落的 有的是 十二指肠胃溃养的 有的胃炎 胃炎的就是小病了 我见到这些 很多很多的 有一个人 魏联摩脱落了 他问我 他就个墙画一个 画一个什么呢 画一个胃 他说我这块 联摩脱落了 你就能 你给我说说就能好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值得 你怨谁吗 他说那我倒知道 我说你都怨谁了 我怨领导了呗 我说你怨领导你 你都是个 那个那个 劳改局 那个大队的 副大队长的 你还有啥怨领导的 我干的工作 干的好 那提升师 就提不到我呢 你怎么回事呢 我就怨他们呗 我就跟他们生气呗 我说就因为这样 你还是 命中没有那么大的官儿 是吧 你还是没干到那个程度 你就别怨了 你还怨啥呀 那你看你这回有病了 你还怨谁呀 可是这人呢 就瞅着大家都 有的人哭了 有的人笑了 他在那瞅瞅 他紧张了 这一紧张怎么样 他冒汗了 哎呀 全身出汗像水洗的似的 反正怎么样 把这个病就好了 我们学佛的朋友都知道 人身上有八万四千 毛孔吧 独从那毛孔里出来了 那穿一个 那衣都摘身上了 完了 一场他好了 他知道他的根了 知道做病的根源在哪 你要好病 你得找根 你得知道跟哪一个人生的气 还有一个大领导 是吧 那就是劳改局的大领导 一把手 双身结实 他 去找我去了 找我去了 他们别人跟我说 说这是 证委 我心里话 啥委你有病了 你也整不掉了 是吧 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啥病 他说我双身结实 高鸡 我说你咋不高鸡光打呢 他说打碎了害场 打碎了害场 这也整不掉了 这下他疼得才难受呢 真的 那身结实 肝丹管结实 那疼得了不得呀 完了他怎么样 他说 我说那你知道不得你烦谁啊 他说烦谁呢 烦的也是多了 他说那我烦谁你知道不得 我说我不知道 你烦一圈 他说怎么烦一圈 我说你手下的爷你都烦 你双身呢 因为你手下的爷有哪有女啊 你多烦呢 他一皱眉头 一拍多的 能不烦吗 我说咋的 你说派一个人出去办事 办不明白 派一个办不明白 都不可我心 你说回来我就 吵他们 甚至我都骂他们 我说你啊 就因为这个得病 他说那咋俩呢 怎么能好啊 我说你得找他们好处 他说哪来的好处啊 你这帮爷人哪有好处啊 他们还得谁谁办事都不行 还有好处 我说就因为这个 他们才有好处 你要在正面找不着 你反面找啊 他说反面怎么找啊 我说他们不会办事 就是好处 他说那还算好处 我说你想想 他们办事要等 都像你是的 办得那么明白 你在这当政委 下去吧 保证为你等下去 他心思半天 你说的有道理 我没想到这一点 我说你没想到啊 他说没想到 我说你好好回去 今天晚回去 你好好反省反省 你这个领导 当没当好 你没当好 你要当好了 下边那些办事都行 为什么 我说你没当好 你没知道好 你要知道好了 你当那个怎么怎么办 你告诉他呀 你不告诉他 你回去不可 办你没办好 不可你心 你没办好 说没办好 眼睛脚子一般挺圆满的 他行一行 也对啊 我要谁去办事 我真没说 你到那咋办 去 你到那去 去把那事办了 我说你要指点 还是你 错了 第二天早上 回去睡一宿 要 第二天早上来 我就问他 我怎么样 哎呀 他说呀 一宿也没疼啊 可舒服了 完了他就跟我们说了 他说你们办这事好 继续办下去 是吧 我说那当然了 我一定要办下去 我受多大的挫折和磨难 我都不会回头的 因为我办这个事情 说实在 我的挫折呀 很大很大 家庭的挫折 环境的磨炼 我还 之前给人家讲病 我还东过监狱 把病讲好了 人家还把我告来 倒不是好病 这也是告的 别人告的 别人为啥告我 我先头讲到了 男真女解 这个女的不解 不解制 跟外边跟一男人 跟一年胡来 完之后也病了 病得瘫痪了 躺到床上 不能动他 守在后人被子 被十 被多年呢 被十两个后人 最后瘫痪 我去给他讲听 我一观察他这个病 我就观察了 我说呀 有一个男的给你钱 你花了 这一下子 给人捅破了 我就问他了 有没有 他说有 我说你看看 我说再可不能这样了 他说害能了 这都啥样了 我都 可是呢 这人病真就 能下地走了 当时下地走了 二百多米啊 到他家 因为他家那小屋 都不像样了 小土房 进仨人俩人 就装不开身子了 那经的治病 那就完了 可是呢 当时 那个第三者 在那屋站的 我咱们也不知道 我咱们 咱们 他是外线的 咱也不知道 是他呀 他就刀判所 就把我告了 来一个老道 胡说八道 说啥 你判所咋不管呢 那私不许 关不许 我判所 毕业要管呢 那毕业要查我呀 把我抓住了 怎么样 直接就把我整县里去 送收审站 你收审 哎呀 我可能待两个月 两个多月呀 两个月零十六天 两个月 我现在 哎 这可能有这步磨难呢 别怨这个 也别怨那个 说 我明白这道理 就别怨 你说怎么样啊 后来那个站长 收审站站长就 说老刘啊 我咋的 你不就那点事吗 我说我没啥事 他说 你别的事没有吗 我说没有 他说没有 他们把你告这个关了 这帮犊子 他就骂上了 那里头惊骂人 他就骂上了 骂啥 他们好人 搞这里捐的 操蛋的 给他们两钱 他就放了 明天我找局长 真的 他一找局长 这家局长怎么样 局长当时 就找那个 那个 那个 那科的 那个 科长 赶快把老刘放了 老刘不就那点事吗 那他也不放我呢 这后来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亲属 到底给他200块钱 他把我放了 出去你说 他说啥 我走了 他放我说 我告诉你啊 咱俩一个声说俩骂着 你不行出去胡说 他怕我说的 我给他200块钱 所以啊 人有病啊 你不用害怕病 你真找着你病根 准得好 这是呢 脾胃的病 毒气在哪里 在右里头 突出那闪是啥啥 黄的 突出那味是甜的 是吧 这是 脾胃的病 肺病 肺经的病 皮肤的病 怎么来的 多因脑因得来 脑因伤肺嘛 痰喘咳嗽 肺虚肺劳肺结核 子女不孝双亲 最伤肺子 老阴忧愁而女 最伤气 是吧 这叫 孝能养肺 体能养心 亏着孝 准伤肺子 你当你 一对夫妻 亏孝 你这个 夫妻没有病 你孩子准有病 保证是肺炎 经常的 什么呢 经常孩子好感冒 高烧 咳嗽 痰喘咳嗽 保证他父母 在老阴跟前亏孝 他母亲经常起伙 孩子保证 高烧 孩子在吃奶这段 要拉肚 保证他妈妈好怨饮 那奶里就有这股怨气 那孩子保证 肠胃不好 这个 子女对老阴不孝 肺子有病 我在 齿峰那个论坛上 也是讲完课 我下讲台 有一位老阴 就 就跑到我跟下 我跟你握握手 我说 这么大碎的时候 握手也没关 没啥说的了 握我吧 就握了 他说 我为啥要跟你握手 我说啥事 他说我呀 四十年的哮喘病 他七十来岁了 四十年的哮喘病 我看你讲座的光盘 我整看两星期 我赶着看 我赶着看 这个老爷 能存在老头 你说他讲 这就讲我 你看他 他说那都是我做的 他说我赶着看 我赶着望各个声音 对我赶着哭 赶着哭赶着吐 吐的都是白沫的 他说两周 我四十年的哮喘病好了 他这个毒气在哪里 肺管里头呢 吐出全是白沫 吐出的味儿是啥味儿 辣的呀 那可了不得 因为这些东西 我都吐过 就我们这浅熊里头 就像火烧的似的 就像那开水烫的似的 那你想喝点水进去 都不敢 都得过了几天以后 你才能敢吃东西 是吧 那毒气走过的地方 全好又给烧坏了 这是肺经理病 那肾经理病咋来的 肾经理病 繁炎 好繁我人家 这叫水土性炎 好繁炎 繁炎上肾 腰酸腿疼 肚腹疼痛 精神发泥 胖肿 肾虚 肾炎 腹膜炎 糖尿病 腰椎减合 腰间般突出 鼓鼓头坏死 怎么来的 烦 这一个烦 就能得这么多病 糖尿病咋来的 火 起火的就烦炎 糖尿病就是火大烧的 现在有很多人得糖尿病 是吧 这糖尿病你说 要拿医学来说 那可治不好 自能打胰岛素 是吧 我在我们 在那个学习班里 有一个 是医院的一个院长 这个院长就得了这个病 就打胰岛素 当我们学习班 几天 也就起过天上吧 因为他都带着那些东西 是血糖的 针 胰岛素都带着 当时他就把那个东西 他说我好了 我不打了 我一天打三十多个 不打了 我在试血糖 血糖正常了 把试血糖的东西 拿去都给我们讲座上了 真也扔那了 真卷舌了 把那个试血糖的 也扔讲座上了 好了 后来我们问他 好没有好利索 后来他给我们打电话说 好利索了 再也不打那东西了 说跟他跟他 预岛素告别了 就说病不是治不好 我们人没好 那病能好吗 终于讲那句话 医生治病是治标 不治本 讲性疗病是治本 病是本性还来的 本性还来的 我们真正把心理状态 扭转过来 把性格改变了 性格好病吗 就跑了 他就没了 要不有人说 说这神啊 这是奇 神奇啊 迷啊 不是迷 人体的一个科学 好好去研究 因为有很多中医博士 在研究这个东西 他们都在研究 你像刘立宏 郭立宗 彭新 他们都在研究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讲 性疗病这个原理 说 那 反应上是 这个毒气存到哪里了 存到研究神的骨髓里头了 可骨髓里头呢 等万万要排毒 就是吐的时候 那个保证吐咸的 这叫啥呢 我讲这个是什么呢 这叫五脏 五脏 有病吐出那个五味 五色 五色是有白的 有红的 有黄的 有绿的 有黑的 能吐出五色 还吐出五种味道 苦辣 酸甜咸 能吐出五种味 要吐那人都知道 它都藏着那个滋味的 五脏里还有六腑 六腑是什么 六腑是空的 空的属羊 石上的属阴 空的是什么 大肠小肠 现在有很多人便秘 你不跟老的失活 你能便秘吗 你不跟领导失活 你能便秘吗 是吧 你不跟老师失活 你能便秘吗 有很多便秘 哎呀我便秘啊 我这个这个 一大便呢 好几天便一回啊 完了还有写 是又说是什么 那叫 痔疮 那不是痔疮 是吧 便秘时间太长了 干燥了 那你一大便保证有血 是吧 那我们要真正把这个东西 你要误明不所明白了 我说啊 没有不好的病 我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讲病33年了 说我见证的也太多了 好病的人也太多了 说这是五脏六腑的病 六腑是空的 空的就是根 根比你数字大的人吧 甚至是长辈的 你根据人生起来的 说这是内五脏六腑 还有外五行 我们存了五毒 上了五脏 亏了五轮 上了五体 五体是外界 银体的外界 银体是五行形成的 上中下三大部位 头部是半上 头顶天脚塔地嘛 银在中间嘛 头部是翻上来的 翻上就是呢 跟老的跟长辈的 还有怨天忧银的 还有父母 还有本身做出总统失德的事情 他都主在头上的病 这是头上的病 另外一方面 有很多人得鼻炎 鼻炎怎么来的 不是院长辈的 就是院领导 你保证你得鼻炎 你就要得鼻炎 有一个22岁一个大二的学生 给我打个电话 什么病 鼻子不能喘气 我说你这么点小孩 你就鼻子不喘气 他说是啊 警告嘴产气 可憋疼了 睡觉一整就憋醒了 他问我 这病咋得的 我说你院老爷得的 院哪个老爷你能值得吗 他说院哪个老爷 行的半天 我还值得 我说值得就能好 他说那怎么好啊 当面印错 这小孩真怪听话的 过两个来月吧 我上长辰 他又到长辰去了 他又去了 他到办公室去看我去 我也不应对他呀 我说我也不应对你呀 你来看我咋的了 他说就打电话 鼻子不透气呢 我说你是鼻子不透气呢 他说对 我说你咋的 他说我好了 我说你咋好的 印错吧 你不搞我印错 我说你跟谁呀 他说我跟我奶奶 我说那你怎么 那么痛苦就好了 他说你让我当面吗 我跪到我奶奶面前 我就哭了 我奶奶我一息 我奶奶这么疼我 我怎么还怨我奶奶呢 是吧 我奶奶最疼的是我 我还跟我奶奶生气 奶奶我错了 他说我就跪地 我就哭啊 哭哭 他说我没哭多大一会儿 怎么样 我就脚鼻子 突然一下就痛了 他说我就好了 哎呀 我说那你就好了 他说对呀 我就好了 是吧 这是脑袋的病 是吧 耿椎有病 鼻子鼻炎 那耿椎呢 耿椎就是 你看当面跟老爷还不生气 跟领导也不不愿意 可是高些利总琢磨 你琢磨吧 你耿椎嘴有病 嘘靠嘎靠的 objetivo耿椎压堂 奶臭 那就是背后不愿意老爷 那再往下一点呢 脚上的病呢 脚上的病伤下 你跟我妹生气 你保证你脚要有毛病 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呢 都腿脚不好 腿脚不好咋来的 你不跟孩子生气生的吗 孩子是你生的 你养的 他做的事情 你因为他不对了 那你还得往你自己生的鬼吧 你还是有不对的地方 你还是有错的地方吧 你没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影响吧 你没给孩子盼些德行吧 所以子女做事就不可你心 这是脚上的病 膝盖往下 膝盖往上 你就弟弟妹妹那个胃盖的了 那就是弟弟妹妹互相不和睦 生气 你保证你膝盖往上 这俩腿要有病 再往上来 那就是胳膊 俩胳膊有病 怎么来的 哥哥嫂嫂呗 跟哥哥嫂嫂那一个胃盖的人呗 生气来的呗 那过去男人跟女人生气 说头疼 说男人是天 现在不是了 男女平等了 现在有很多人得腰脱 腰脱的病咋来的 那不夫妻咋闹一剑来的吗 夫妻不和 夫妻生气 你保证你腰要有病 你腹科要有病 你膀胱要有病 脂肪瘤脂肪癌 肱颈癌 阴道癌 子宫内黏膜脱落 咋来的 夫妻不和 夫妻是阴阴阳 他不和了 阴阳不和 阴阳要和了呢 天地和了 风调雨顺 夫妻要和了呢 家庭和乐 是吧 和乐和乐 和乐生贵子吗 是吧 想要有后代好人 必须明白 夫得女道 妻贤 富货少 子孝 富心宽 有贤妻 才有良母 没有贤妻 能有良母吗 没有良母 能把生出 那个善良的子孙吗 所以说 人有病 我们这些病 你身体哪个有病 你从中间分开 左边身子有病 那老少三辈 你好好查查 你跟哪些人生气 右边身子有病 你再好好查查 你跟女的老少三辈 你跟哪个人生气了 最好是当面 当面 效果最好 不过你 不当面 你从那 那身体人死了 死了也不怕 你能珍惜 你印错 也会好的 也会好的 那死去的亡灵 也会原谅你的 所以说呢 我们要很好的 认识自己 像现在有很多人 说失眠的 我怎么睡不着觉呢 就我们烟台的 有一个女同志 06年 我在北京 修德谷 北京太阳能公司 在那儿和讲座的时候 他们不少名人都在那儿和 我们办一个讲座 说有一个女的 给烟台去的吗 到那儿和就跟我说 我三十年没睡觉了 我说你多大岁数 你三十年没睡觉 他说我三十九岁 我说你不睡觉 早困死了 那还能不睡觉 你睡了 可能你是不知道 你一愣神 你就醒了 他说对 我就叫我不睡觉 他说这咋整个 我这病咋整个 我说你九岁得的 他说对 我说你就回应你九岁那时候 你最恨的是哪一个人 这我给大家都 就指出一个方向 他醒一醒的 我知道 我最恨的是我爷爷 我说你九岁 你怎么能恨你爷爷呢 他说我爷爷呀 是脑血酸瘫痪 瘫痪到床上了 因为大人都上山干活去了 我得个自己在家 我爷爷不让我出去玩去 跟那些孩子玩去 一会儿让我干这个 一会儿让我干那 我就心心 这个老头 你咋不愧了我死了 你死了 是不是我就出去玩去了 他说我也没有别的想法 但那以后我就睡不着觉 我说你想想 你爷爷躺在床上 多难啊 自己不能走了 其实你你还不高兴 你这是什么孙子 什么孙子 孝子贤孙 你是贤孙吗 像我这一句话 把他问哭了 就我们烟台的吗 他这个女的 他家他又哭了 哭我说那你就在这哭吧 在我们那个接待时 我说你在这哭吧 你别上那大会 那个哭 人家 这人多 在家他就哭啊 哭哭 你说他哭多长时间 哭两个多小时 就是那天在那住的吗 当天在那住的 当天晚上 他就说了 第二天早上他说 我睡一宿 就他又在那住一宿 完了我们又说了 他又哭了 格纳尔他说他就好了 后来我们学习班 他报名了 他去了 完了我就问他 我说你那睡不着觉好吗 他说好了 我在北京那回去 我就好了 就说你找的病根 印准病源 倒找一面 找一个好处 印准不是 找一个好处 叫开天堂之路 印准不是 叫关上地狱门 是吧 你真要这样的做到了 你看你好不好 是吧 要不大家说 都要跟我单独的谈 大家想一想 我一个人能答对多少人 是吧 我还要讲课 要不有人还不满意 你别不满意 是吧 我在这家里 把咱们这些病情 我都跟你讲了 就你见着我 我也这么跟你说说 我不是神五神六那个人 神的刀的 鬼七王八的 说整些鬼神的 我这上我印 我是最不信的 人不是那种病 人想要你说你是那种病 那就自欺 那叫自欺 自欺其人吗 你千万严心政治 协念都退了 他没有那些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听你怎么样 不过我在各处讲课 我没有什么希望的东西 我希望怎么办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 都能达到身体健康 夫妻和睦 家庭和略 子孝孙贤 这就是我最终要求的目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